大家好 我們曾經預告過 2022有可能是台灣電動車大爆發的一年 電動車的選擇避險會多很多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銷售量 銷售量事實上我覺得低於市場的預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從疫情的末期 造成全球汽車產業供應鏈的這些混亂 加上大家沒有預期到 2月的時候竟然會發生烏克蘭戰爭 這對歐陸品牌的供應鏈也是另外一個打擊 我們回顧2022在台灣上市的電動車 大概都普遍有一個現象就是 訂單遠超過供應量 也就是如果這些車子能夠順利的交車的情況下 或許2022年的電動車的銷售量 不會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的水準 電動車的選擇會越來越多 是讓我們在8月份從能源局的數據裡面看到一台車子 我覺得很特別 也就是呢 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特別留意到的 韓國的雙龍這個品牌 雖然大家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幾個產品我們也算是有些接觸過的經驗 比如說CORONDO 那它就是一台中型的SUV 那我們這次在能源局的數據裡面看到呢 它是有一台電氣化的版本 CORONDO的EMOTION 也就是這台車呢 已經拿到了合格證了 雙龍的品牌 尤其對台灣消費者來講 它一直有一種韓國賓士的這種感覺 最主要是過去呢 它的POWER TRAN呢 底盤呢 都是跟賓士買來的 有一段時間呢 在經營上面遇到一些密封 但是呢 他們終於完成了法院的重整程序 他們得到韓國KG集團的入主 先用兩階段 注資6.7億美金 所以我們就看到今年的7月份 雙龍呢 就上市了一款新的產品 叫TORES 這個TORES呢 乍看之下呢 大家都覺得非常好看很驚艷 有一種Defender這種即逝感 因為雙龍的品牌的定位 裡面有幾個特點 其中有個特點就是 四輪傳動 越遠能力強 這台車呢 在韓國到目前為止 累積訂單已經突破8萬了 已經算是韓國中型SUV掛牌 排名第三 那Colando這台車的EMOTION 事實上它的開發時間很早 因為各個車廠呢 如果要在歐洲銷售 它都會面臨到一個碳排放的難題 所以如果你沒有電氣化的產品 去平衡二氧化碳的排放 都會遭遇到法規上面的限制 那台灣也是 為什麼2022年會那麼多電動車進來 是因為2022年呢 台灣開始正式實施Cafe 會加速推進這種電氣化產品的導入 那我們來看一下Colando EMOTION的產品裡 因為它是電氣化的產品 原來的水箱護罩啊 還有保管的進氣炸口 都改用全新的設計 A-10系統跟安全配備 其實都很齊全 在座倉裡面的氛圍 你會發現呢 它跟一般C級距的SUV產品 內裝的材料呢 是高上一等的 它的電氣化規格 出力是140千瓦 也就是190匹馬力 那電池其實容量不小喔 是61.5千瓦時 能源表現上面來講 SUV的車格比較吃虧的情況下 WLTC測試 也有347最大的續航里程 表現起來算是中規中矩 那也支援快充 用100千瓦的直流充電 33分鐘可以從20%充到80% 很特別的是 它的充電孔 是引進歐規的CCS2 CCS2的快充站呢 在台灣事實上不難找 那尤其是眾多車口的特斯拉車主 未來都是CCS2 如果它的產品價格設定得宜 配合它的車格 再加上電氣化的規格 我認為這台車應該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如果我們去對比 市場上有類似的產品 比較適合比較的是 Perjure E2008 50千瓦時的電池可用45 在台灣的售價是149萬 那如果是同集團 歐寶引進的產品裡面 有一款就是MOCA1 有一個還不錯的售價是139萬 我認為 如果現在的Chrondo E-Motion 如果它可以訂出140萬以內的價格 它比起B級G SUV 空間、車格都來得放大 它電池也很大 它比E2008的電池 其實多了大概20% 我覺得它是一個值得去關注的 電氣化的產品 那我跟原廠詢問的時候 當然原廠口風很緊 我大概隱約聽出來 韓國原廠給的成本其實不低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的 為什麼台灣會有那麼多電動車引進 是因為卡費的原因 很多車廠呢 它的油車呢 必須要承擔這些電動車的成本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或許就會有一點點空間 今年雙龍的最新產品Torres 後續應該也會有電氣版本的Torres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雙龍品牌 就像Luxian一樣呢 用電動車呢 重新出發 取得一個市場 重新成長的新的動能 那又到了歲末年終 按照慣例呢 就是我們UKAR要推出汽車年鑑的時候了 從2012年推出到去年2022年呢 總共出了11本 那今年2023年呢 我們開始專注在電動車的產品上面 會變成是2023年台灣電動車年鑑 在這裡面呢 除了我們今天所提到的雙龍的 Chrondo E-Motion之外呢 也會有很多詳細的電動車相關的訊息 如果你對電動車呢 跟整個產業技術發展的趨勢有興趣的話 不妨留意我們的撲貨時間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歡迎大家繼續持續追蹤UKAR 謝謝大家